欢迎各位学习员回到我们课堂 刚才我转了一圈 好的学习员已经把这个案例给运用起来了 还是不错的 自己有缩短缩短增加了一些自己的内容 OK 那下面呢 我们再把剩余的STL的标准弯困的理论知识 给大家创讲一把 那么我们看 刚才我们通过编程的方式 对容器 算法 接待器 进行了深入的理解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给大家具体的理论 再抽象一把 说容器呢 是用来管理一组元素 就是说你往容器里面放一元素 那么STL呢 就把它给复制到容器里面去了 所以它是容器的概念 那么容器呢 其实容器 它对应数据结构的哪一块内容呢 容器对应的是数据结构的什么呢 数据结构的一些 中卧的节点和节点之间关系的设计模型 比如说 比如说 那我先给你画一画 补一补收集结构的基本知识 当然呢 我们到后面还会再讲数据结构的课程 收集结构的课程分为两大部分 一部分是收集结构基础性课程 一个是收集结构高端课程 OK 所以结果 那 要想 一行深入的学习容器呢 就下面我们就是应该 学完这一块 以后呢 就应该一个一个一个容器 一个容器给大家过了 但是这些容器之间到底有什么回事呢 我再给大家讲讲 这样你 便于你学习 没有意思吧 OK 那么我们看 数据结构是来 来 数据结构啊 先说是数据结构的概念 数据结构是研究关系的 研究关系 他研究什么关系呢 研究接连和接连之间的关系 接连 接连和接连之间的关系的英美学科 那接连和接连之间有哪些关系呢 你看这个 我给你画一画 这是一个接连 这是一个接连 这是个接连 这是个接连 这个接连 你会发现 这个这这么多接连之间 它没有关系 就是一个结合 那么再来 我再给你画一个 你看 这 还有一种 这是什么呢 紧挨着 你这意思吧 这是受阻吧 受阻 那么呢 还有 还有一种关系呢 这样的 画小了吧 OK 是吧 更甚者 他还可以这么着呢 他可以这么着 双向的吧 对不对 更甚者 他可以这么着 就看这个 黑线标注 双向循环吧 哎 这链表吧 链表和受阻 它有一个特点 就前期和后期之间关系呢 假设是中间呢 就是 去掉手尾不说 中间呢 就是 就一对一的关系 对不对 接连和接连之间关系 接连和接连之间的关系 一对一 前期和后期之间关系 一对一 那么我们再看 那还有 还有关系呢 还有这么关系呢 这样我估计就把你画晕了 OK 这样不晕了吗 OK 这是个数吧 每个数是有两个分叉吧 这是二叉数啊 这数 这个数呢 今天和接连之间关系 一对一对吧 那么再看 还可以 还可以画关系啊 那我们就把他拉了 那么 走你 再来 这个数呢 这个数呢 我们可以 卡对一对 这个数呢 我中间呢 连一下 哎 这就 你看这个节点 到这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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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到这个节点 是不是形成一个 有效的环路了 哎 这就是图了 这就是图了 今天和今天 之间关系 是吧 那其实呢 我们刚才所说的 数据捷物的各种各样的模型啊 集合啊 硕组 链表 硕图啊 等 你可以把这些东西啊 对应成 映射成什么呢 各种各样的容器的类型 比如说 比如说 维克的容器 维克的容器 就是一个硕组的容器 就是一个动态组组 当然了 它比我们要 嗯 普通手机员写的硕组组 要复杂的多啊 它可以呈各种各样的数据类型 按照 嗯 各种各样的 按照各种各样的 嗯 节点模型啊 进行存储啊 那么 这个呢 就是维克的 那还有一个 迪困 迪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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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克这个是双端手足 就是你 从前面 弹出数据 插入数据 从后面 弹出数据 插入数据 都可以 那这个就是迪克 啊 我有时候我就堵捉 迪克 啊 怎么都行 迪克 然后这个 例子的 这个例子呢 是双向链标 啊 双向链标 这个例子的啊 就是例子的容器啊 就是它这样来阻止 界点 界点和界点之间的关系的 另外呢 还有赛斯 马尔赛斯 赛斯呢 就是这么一个集合 呃 马尔赛斯呢 是这赛斯呢 它能 不能成有 呃 不能放那个 呃 不能重复啊 就是往里面放两个一是不行的 那马尔赛斯是可以放两个一啊 麦克 呢 是简直队 就是明 就是明直队 明直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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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这么一个关系 这么来看 容器 容器的概念 其实上对于我们数据结构里边一个个的数据模型吧 啊 OK 当然了 它容器也有很多 我们常用的容器啊 是这么多 那我们再看容器的分类 容器 它分为序列式容器和关联式容器 什么叫序列式容器呢 就是说每一个元素都有固定的位置 每一个元素啊 都有一个固定的位置 连续之一是说 你可以通过 呃 每一个元素都都下标 啊 下标0 12345678啊 这么 呃 差 取决于插入时机和地点 和元素的值 没有关系 就是你可以在位置 1234插入某一个 某一个元 元素 那什么叫关联式容器呢 关联式容器是这样的 就是和位置没有关系 那这个呢就和他是那个Size和Map MultiSize和MultiMap啊 他这个啥意思啊 他这个就是说 因为他这个实现原理是这样的 他是按照红黑数这种平红数 去组织节点和节点之间关系的 所以他的容器是关联式容器 OK 那么 系列式容器和关联式容器 是两个常用的分类 另外呢 大家仔细看一下 刚才我其实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啊 那还这还一堆啊 这是模型 我们都会给大家讲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课件 好吧 嗯 解散器的细节 我就不说了 啊 应该在演示了 算法了 算法有很多啊 这个也不浪费大家时间了 已经给大家讲完了 是吧 嗯 唯一需要你注意的是啊 就是这三个头文件 去经常使用的头文件啊 我给你表红啊 把它记下来 那真不行的话 你什么时候用 什么时候 拷贝吧 是吧 那么表红 那我们再看 刚才我们给他讲的是 STL的标准模型库啊 它是CIA模型库的一部分了 另外呢 我们再回忆回忆啊 就是 STL标准模型库 和普通的CIA标准库啊 和普通的CIA标准库啊 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我们也是从概念上 让大家在进一步 把这个概念给理清楚了 你看 这个CIA标准库啊 标准库 它们有 有 知识啊 你看 和语言相关的 相关的 这个呢 是和 输入和输出流相关的 是吧 这个输出流 是他讲过了 对不对 和那个 确认诊断 有关系的 对吧 另外和一些工具 常用工具的是吧 啊 内存管理的 时间管理的 还有翻个身的 还有 嗯 还有这 utility是吧 这些工具组的 还有自分类的是吧 另外呢 还有这些容器啊 这是容器的啊 那么 那么 还有这些系列的啊 相关的啊 OK 这么多 嗯 总而言之嘛 嗯 世界的标准模板库啊 它是基于那个 类模板啊 木板技术的啊 我们知道 类模板它有 含着木板 嗯 模板技术 它由含着木板 和类模板 两大技术领域组成的 是吧 这个细节 我这个知识点 我们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啊 这里都不再重复了 嗯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那个 STL的啊 理论知识啊 给大家创建完毕了 大家回去看一下 这个课件 那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给大家介绍 各种各样的容器了 是吧